陸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指出 未来三天云南鲁店乔家汇泽镇区将是阴雨天气 特别是四日白天到夜间的黄金24小时内 多有雷阵雨不利于救灾救助工作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二日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中荣金属法人代表吴基涛 总经理林博昌在内的管理高层 已被刘志公安局接受调查 据称企业法人代表在派出所接受审查时 当场摊倒在地 据人民日报的推特推文内容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采购办公室 仅批准使用骑虎360 骑明星辰 冠群金辰 北京江明 以及瑞星等五家防毒软体品牌 将来自外国的塞门铁克 以及卡巴斯基全都排除在外 中国国家统计局 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作联合公布 七月非制造业PMI 创六个月新低 54.2 显示在中国房市持续降温下 建筑业总体放缓 恐不利中国经济成长前景 新唐人在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